好 昨天晚上刚结束了这个跨年的活动 但是在北市府这边又发现了30多位 应该是要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却到了会场去 那么指挥中心已经完全掌握名单 也跟地方来合作设下了天网 不过到底是怎么抓到的呢 来听一下指挥中心的最新回应 简单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还有自主健康管理的名单 那我们会就是就他们的这个定位 来跟这个主办单位 还有主办的这个县市政府来联系 所以昨天能够发现 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掌握这个名单 然后有发现他们的定位 然后从这个定位去了解 到说他们现在人是在这个5月天的 这个周边或他的现场 那以台北市他们今天也有对外说明 他们也有发现大概30多位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所谓的天网 这边来通知的通知之后 那他们就会去对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有座位表 那就可以去对座位表 那如果没有座位表 就可以用这个定位的方式 然后还有通联的方式去联系等等 好目前知道这30多位 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 应该是在周边活动 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管制区会场里面 所以接下来呢 到底要不要财阀 还有财阀的金额是多少 这些都会交由这个地方 也就是北市府来做一个判定 不过还有另外一案特别关心 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上海有通报说 我们这边有过去输出了一个 这个确诊的个案病例 从台湾过去的 那经过指挥中心的这个资料比对之后 发现呢 这一名过去上海确诊的民众 就是我们之前的个案案552 那他其实在台湾呢 是因为已经二彩英出院了 有工作的需要要前往上海 但是因为后期可能有一些阴阴阳阳的状况 所以在上海那边又被验出了阳性 不过研判下来呢 应该是不太具有传染力的 而我们这边也会将我们过去提供的 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 还有一些相关的病例呢 都交由陆方一起来做参考